靖秋就是我們的少主 摩雪果國主的女兒 靖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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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麼了 東伯雪瑩又被你搶先一步 靖秋 雪瑩 你先頂住 我馬上帶原了我們過來 是你刚通过盒子发的救救信号 是 各位元老 封印在密室中的魔族盛气 已经被唤醒 雪莹正在奋力抵抗 咱们赶快进去吧 原来是娘的宠物法宝 保护了我们 一定要守护她 如果遇到永远人 或许她会有不可思议的力量 姐姐 雪莹 我都偷偷找了 怎么会这样子 我是不是快不休了 你在胡说什么 你不会有事的 大 原老们 你们快看 先复阵 稳住魔族的法器 好 南沙 这边交给我 去那边帮忙 好 真正 天猪鬼 好大的魔器 这起魔梢是哪儿来的 密室里面不是只有正气吗 别管了 俩他们保护就才行 我 不想 你 不想 你 习惯 为什么魔伤都不敢攻击他呢 那他是 我好想回到黑风亚地 那里没有朝法 没有魔族 没有责任 你绝我们脸 好 我答应你 等出去之后我就带你去黑风亚地 好不好 静雄 静雄 有什么东西要苏醒了 封离他 封离他 静雄 静雄 站住 要想他活命就放手 静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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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件密室里放的是 当年大战后 魔族残留在龙山大陆的 各种修行法器 你出现得如此诡异 你到底是谁 赫山主说得没错 万一这女子与魔族有关 那么静秋 在下大地神殿西云 敢问前辈是 我不是什么魔族圣物 我是当年夏节 帮助你们对抗魔族的 魔雪国国主的栽灵 雪若霜 魔雪国国主 那你刚才叫静秋 没错 静秋就是我们的少主 魔雪国国主的女儿 静秋竟然是魔雪国公主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